面會繞進的鎮頭中 有民眾發現一名少年 到處跟別人乞討 問說能不能給他吃個麵包 他好餓 然後都沒有回家 他已經沒有錢 他每天跟人家要錢 要麵包怎麼樣怎麼樣 他現在也沒辦法上課 面會人員覺得不對勁 年輕人你怎麼不回家呢 為什麼沒有錢吃飯 無奈之下只好幫他打電話報警 他裡面有人嗎 沒有 沒有人 你爸爸媽媽現在在幹嘛 是正貨流動 員情到場一問這名少年 他14歲 因為他說爸爸媽媽離家 到彰化去流浪了 平常跟外婆住在一起 但是日前外婆也因為犯案入獄 整個家裡面只剩下他一個人 而社工偶爾會到家裡面訪事 你平常要怎麼過 去跟別人家裡過 那你有聯絡他們的方法嗎 沒有手機 只不過他身上真的沒錢了 所以才會到街上 看著鎮頭人多 去拜託大家有沒有東西 讓他填飽肚子 你選個分量多一點的 你才吃得飽好不好 好 不用不好意思 我說我請你吃就請你吃 員情聽了他的狀況 真的很心酸 先帶他到旁邊的超商說 你給我挑一個最大的便當 吃飽一點 等一下帶你回派出所 並且幫他聯絡社工 而社工到場之後 知道他的狀況 也趕緊先將他安置 而這名少年 雖然他已經休學 而且家裡面沒大人 不過他還是有記得 要去參加會考 也讓這名到場 幫忙他的遠景很感動 希望這個年輕人 可以在逆境中繼續成長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